美國聯邦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表示 有鑑於最近中國打車巨頭迪迪出行 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募股後的失敗 美國當局不應該允許中國公司在交易所上市 並且直擊利用美國投資者的利益 迪迪的困境於7月2日開始 這個公司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首次公開募股不夠2天 積除被中共監管機構勒令進行網絡安全審查 並且在審查期間禁止新用戶註冊 在之後 北京當局又以收集數據的國家安全問題為理由 下令將這個應用程序從所有APP商店中刪除 隨後又擴大到這個公司運營的最少25個應用程序 這些審查行動令迪迪的股票從每股16美元高點跌落 直至星期一 這個股票降至12美元以下 抹去了幾十億美元的價值 盧比奧就這次的投資事件與《大紀元》說 他曾經試圖阻止迪迪的公開募股 並表示 允許像迪迪那樣一個完全不負責任的中國公司 在美國上市的決定 從一開始就是個災難 盧比奧將北京對迪迪的取締行動描述為 一個故意不透明的決定 他指出這項行動幾乎沒有任何的警告和細節 盧比奧說 這個情況使美國有另一個理由 禁止這些公司在我們的交易所上市 並利用美國投資者 這些公司對中共政府和共產黨的政治衝動沒有任何獨立性 盧比奧指出這些中國公司對美國投資者構成巨大的風險 因為他們通常由中國共產黨控制 在美國上市之後也不受美方的監督 十幾年來 美國監管機構一直無法審查位於中國的審計公司 中共以國家安全和私隱為理由 禁止美方對這些公司進行審計檢查 無視海外的監管規定 盧比奧說 滴滴的股價突然崩潰 突顯了所有這些中國公司都是一個黑盒 即使他們的股票突然飆升 美國投資者也無法確定他的真正財務實力 盧比奧說 國會需要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以保護美國人免受中國公司帶來的危險 這個特別考慮到華爾街似乎對自行解決這些問題 完全不感興趣